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24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今天繼續跟大家說多一些Juicy的新聞 這一節要說的新聞 叫做多重人格障礙 我相信大家都對電影或不同的渠道都有聽過 多重人格障礙 這個事件這次發生的地方就叫做台北 據說 有一個台北的男士 就是太太的丈夫 她的太太就幻想了多重人格障礙 結果很大問題 因為 有一個人格 據悉 就是 跟這個男士的關係分屬朋友而已 換句話說 她的太太 是另外一個人格 這件事也挺抽象的 那麼 到底 一個丈夫 跟一個太太 行房了 行房的時候發現 原來那個女士 那個人格並不是 嫁給 這一位就是 男子 那個人格 站在那個人格的角度來講 這個算不算一個性侵呢 這個問題其實也挺複雜 因為幸好牽涉的地方 就叫做台灣 所以應該就沒有 太大需要討論 關於普通法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會嘗試去研究一下各種可能性 到底這樣會不會犯上 強姦或者非禮罪呢 我們一起嘗試探討一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再一次誠意要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給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如果你經濟結局那就不要了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訂閱了 Patreon的朋友 我們也希望你記得 真的要 因為你是核心支持者 更加 應該 無妨 再用多一點時間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記得我們是混合模式 千萬不要 只是想著 付費了 其他事情不用做了 我們要兩者雙負雙城 才能夠做的 好 請大家 很簡單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成本 打開 節目清單 運用你的Mouse 現在立即做了 按右鍵 打開 播放 就這麼簡單 有時間點擊 好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 提一提大家 下個禮拜 還有一個星期 8月31號 831 831集會 記得 下午5時 倫敦 Parlament Square 這個 大笨宗和英國國會對出的草地 也是612集會 上一次 同一個地方 所以應該 不難找到 831集會 意義在哪 其實很簡單 我們其實也不需要那麼複雜 我們說了很久了 其實時代革命 最重要的一部分是 對抗中共 反抗的意識 所以呢 他叫你不要做的事 其實你做足 基本上已經沒有錯了 當然 人真的會有時 忙於其他生活 但是你真的見到多些同路人 一齊大家 可能只是叫口號 唱歌 這個也是一個凝聚來的 其實 大家不要小看 所以我還是再說一次 我也很希望 就是那個電影 因為愛所以革命 另一套 時代革命的紀錄片 可以在更多的地方 播放給香港人看 香港人叫英國的朋友看 因為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凝聚力 所以 希望可以繼續做 講講這個案件發生甚麼事 這個叫做多重人格人妻 台灣的新聞媒體的標題 也未必準確 因為我看過兩篇不同的報導 一篇就說這個小王趁機 性侵第二人格 另一些報導就說 不是這麼說 只是說他想跟太太行房的時候 發現 這是另一個人格 不是他平時的太太 內容就這麼說 台北有一個人妻患有 解離性人格 身份 疾患 其實應該是解離性人格障礙才對的 因為他就是台灣翻譯 因為原本就是英文 應該正確來說 D.I.D.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通常叫Disorder都是甚麼障礙 甚麼疾患之類 多重人格障礙 是其中一種 解離性 身份 障礙的其中一個狀態 換句話說 有這樣的 情況未必一定會有多重人格 這位人妻就在網絡上 認識一個 從事設計工作的高性男子 說他對其中一個人格就是性侵 台灣 地檢處調查了案件之後 就認為這個性高的男子 就是明知道這個人格就是不願意跟他發生性關係的時候 仍然硬硬上 於是 就告他 上法庭 告他 強制性交罪 根據台灣調查 她說這個太太 患有多重人格的情況 而她的丈夫對這件事是知情的 也 容許她太太 處於不同人格的時候 就可以跟其他人交往 在4月份的時候 其中一個性格就是比較溫柔的 透過這個 就是認識一個高性的男子 後來兩個人發展成為情侶 大家也有性關係 但是她另一個性格就是一個比較強硬的人格 跟這個 性高的男子 純粹是好朋友關係而已 後來這位 太太控訴 說她 在6月份的時候 她這個強硬的人格 就用好朋友的身份上去了 性高的男子 男子的住所那裏跟他聊天 想不到 這個性高的男子 忽然之間 對他 起了悉心 打算 強硬跟他發生性行為 結果 按照他所說 這個強硬的人格當時就是出現 酷子 制止他 但是 他也繼續 進行這個性行為 後來 這兩個人格還可以互相開會 兩個人開會之後 決定不願意原諒這個性高的男子的行為 於是 決定提出告法 根據資料顯示這個所謂解離性人格障礙的問題 當中原來也分有兩種不同的情況 就是其中一種人格 對於 另外一種人格的存在 到底是否知道 他有另一個人格在體內 有一個情況是知道 身體裏面有另一個人格存在的時候 他們自己之間 還可以彼此溝通 換句話說 他們可以 自己在開會 自己在聊天 有些情況 就是 兩個人格之間 不知道對方的存在 所以說有些情況就會出現 當 另一個人格出現的時候 就會出現了所謂的失憶的情況 即是出現了記憶的斷測 就是另一個人格正在進行的事項 然後 原本的人格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對於原本的人格來說 就好像發生了一些事 但是他失去了記憶一樣 按照他那個描述的情況 現在這個所謂人妻的情況 就是 他們兩個人格 互相知道對方存在 而且他們能夠開會溝通 很多人應該很有興趣 有沒有搞錯呀 老公搞老婆 都可以被人控告性侵 當然啦 台灣的法律我們不清楚 不知道 強制性交罪 以及 強姦罪 又或者非禮罪 有沒有很重大的分別 我們也想告訴大家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就是 合法夫妻 那麼 一方不願意 最主要是女方 女方不願意的時候 男方強行上 那麼法律上行不行呢 根據普通法 還有英國法律 相關的行為 是犯法的 其實 換句話說 就算你是合法夫妻 如果你想強行 跟太太發生性行為的話 有機會觸犯刑事法例 一樣會被控告強姦 又或者是非禮罪 所以這個 直接回答到這個案件裏面的另一個答案 就是到底 如果他是因為 多重人格障礙 所以就發生了所謂性侵 又或者是強姦的案件 那麼可以嗎 答案就是本身就算他沒有人格分裂也好 他本身 他太太也有權不同意跟丈夫 所以 就算不是有人格解離問題 也隨時就會乾煩法律 人格解離只不過是更加 另外一個強烈的證據 去顯示 當時 他根本 不同意發生性行為 普通法上面有沒有特定的法律 是針對這個解離性人格 其實嚴格來說是沒有的 大家經常看電影 尤其是荷里活電影 裏面就說一些 變態殺人兇手 就是多重人格 到底無辜的人格 可不可以打掉他的控罪呢 首先現在我們就不在美國 普通法 如果香港法律 本身也沒有特定就是針對解離性人格 的辯護理由 只是一般 沿用回正常的普通法辯護理由 例如是精神失常 又或者 不知情 這樣的情況 換句話說 其實沒有特定的 法律很針對性就是針對 一個犯了法的人 患有解離性人格障礙 到底會不會為他提供 額外的 法律辯護理由 所以我提醒大家 千萬不要打算借一些人格分裂 然後就做犯法的事 尤其是今天的香港 你人格分不分裂 都保證 一定會拘捕你就去坐牢 如果 國安法的案件 就更加不用想了 無論你有 24人格定34人格 總之 都是拘捕你的 所以大家記得 小心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